身后Online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蔡正元蔡博士 为我们来分析国际财经局势 如果您喜欢我们所制作的节目的话 欢迎您加入这个频道的会员 每个月100块钱赞助我们的 节目制作 另外在观看影片的时候 如果论点深得你心 也欢迎你留言或是斗内赞助 那现在我们也提供了支付宝 以及微信的QR Code在影片上面 方便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好今天蔡正元蔡博士 要为我们来分析国际财经的局势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第一季的GDP的数字 同比成长了4.5% 虽然还没有到达5%的目标 但是也已经跌破大家的眼镜 怎么第一季的成长幅度就这么高 那预测第二季可能会更高 因为跟同比跟前一个年度比 前一个年度的基数更低 所以看起来中国经济是完全的恢复正常了吗 其实在去年的首季第一季啊 基数也很低 而且是全世界在去年基数都很低 不管那个国家都很低 所以中国大陆比去年第一季增加4.5%啊 是个让大家刮目相看的原因是 以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形态 它第一季通常都是动能比较差的 淡季 因为第一季里面有什么春节啊 什么过年啊 春运啊 等于说实际上上班的时间没那么多 而且大家都是有货 都在去年年底要赶光了 所以第一季的生产能量通常是淡季 但是淡季呢 能够创造4.5% 是超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估 我当时预估也说 顶多了不起就4%吧 它竟然跳到4.5% 这是一张很靓丽的成绩 这种成绩啊 看在美国财政部长艾伦眼中 一定是羡慕的 眼泪都流下来了 他已经看到口水都流下来了 所以不止啊 大部分的国家都非常的羡慕了 大家其实都觉得超乎预期 至少超过0.5%以上 大部分人都在预测在3.5%到4% 那我是认为大概4% 我在友台有提过大概4% 就没想到它超过0.5% 那第二季就会更加亮 因为第二季喔 恢复正常 真的完全恢复正常 不是就是第二季也没什么大假期嘛 人家 中国人就有个毛病 有廉价都很长 全世界中国人没有例外 像香港经常放假放的很长 那所以对于这个第二季没有个假期 通常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很多的出口订单事实上都 重压在第一季下单 第二季出口 所以第二季的出口数字会更好 会更好 第一季已经14点多 已经非常好了 虽然这个持中国经济崩溃论的 这些什么专家学者分析师 这一次是完全的崩溃 不是中国经济崩溃 是他们的预测崩溃 因为他们没有收过专业的经济学训练 所以这种崩溃很正常 因为这个叫说 路边的医生 蒙古大夫吗 不能讲蒙古 这样的歧视 对 所以很多人都乱讲一通 不好 因为他完全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那一套 严格的一种诊断的方法 不过这个仍然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说 看待理性的去分析这个经济数字的结构里头 就是消费啊 然后这个内需的服务业其实是增加蛮高的 但是这个进口并没有太多的增加 那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代表说 其实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这一个 进口的数字没有这么高 代表他能够帮助其他整个世界的经济 拉起来的这个动能没有那么强 进口一定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指标 全世界大部分都是经济在成长动能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一定是 出口订单工厂的加班 就是把存货先出去再说 或者存货的原料先拿来做一做 出去再说 所以新的订单 你从采购原物料的进口 这一方面需要点时间 而且消费的时候 要从国外进口比较高档的奢侈品 也要点时间 我们举个例子 去年10月份 这个中国大陆啊 这个疫情解封 从10月份到3月底 你知道那个LV涨多少吗 股票涨多少 涨4成 40% 40% 那不只LV哦 你点的时候 人名牌的股价全部都大涨 什么Prada 你们女生比较懂 我永远搞不清楚 我只看到那个 法国意大利 那些名牌厂商的股价全部翻涨 可是问题来了 他出口没有增加 为什么 因为他没货可以卖 就是 可是就股票投资人 他一看到中国大陆解封 他一个联想到中国大陆的大量进口 所以 赶快抢去买那么股票 所以就从股底啪叉一拉 有的还涨过50% 这年头股票能够涨50% 很难看得到的 那这种消费品的 这种股票价格的暴涨 就反映他们期待 要大量进口到中国大陆 那什么时候会进口呢 因为以当时在欧洲的情形里面 他们的产能要齐倍 大概也要到了今年的第一季才会齐倍 所以真的进口应该也是在 这个第二季跟第三季 反正中国又要准备办一个什么 什么高端消费品什么国际展览会 要请意大利总理来当什么 那还答应马克宏要做一个什么法国什么 什么奢侈品展览会 你看马克宏笑的那个脸都快掉 也挂不住了 他知道这是很大的生意啊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进口 这种落后的性质是 是一个可以预期的 而且他中国大陆结构问题 要谈结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结构问题 就是因为你都会有个理想的标准 可是没有个国家能够达到理想的标准 比如说哎呀这个我们每个 这个三酸甘油脂要多少 然后这个血糖要多少 然后什么指标多少 医生把指标念完了以后 我想能够通过那个标准那张账单的人 大概不太多 所以结构问题每一个都会有 但是实际说这个结构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他经济成长的动能 这才是要问的问题 像美国就是他的结构问题 影响到他的经济动能 那中国大陆的结构问题 现在还看不出来 可以影响到他GDP的成长动能 因为我们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好坏 你就闭着眼睛 不要管什么一大堆指标 小人讲什么人口啊 产业啊 不要讲一大堆 先看GDP GDP如果没有成长的动能 其他都是假的 海淘法师讲的 不用去管他 都是业障啊 都是业障 所以GDP 只要成长动能就问他说 那这个成长动能能不能持续 还是什么阶段里面会消失 那这个时候再来探考结构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消失 那通常 GDP 这个以中国大陆这个状况来讲 现在看不到有一个什么 重大的结构性问题 会影响到他GDP在今年的动能 看不出来 所以目前即便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不会严重影响 因为大家喜欢讨论到 中国大陆房地产问题嘛 讨论到什么中国大陆的哪几个行业啊 没有错啦 因为每一次出口畅旺带动中国大陆经济成长 这是中国大陆的基本结构 就是他很多东西的产能 远超过他 这个中国大陆内地所需要的消费量 所以大量要出口嘛 就像我们台积电产能很大 台湾用不了多少 都要出口用的嘛 那中国大陆也有这种情形 所以只要他出口维持成长的话 他的产能就能够全部开动 然后这个就位人数就能维持一定的一个水平 那对于这几波里面 中国大陆出口里面最亮丽的 因为出口的产品不可能每一季都是拿 就是千几名都那种产品 它会有季节性 比如说第一季里面出口最苍茫的 是电动车 锂电池包括手机电池 锂电池还有太阳能板 成长速度都是三成以上 那你不可能要求每样都三成嘛 所以有的三成有的5% 加一种起来大概14%多嘛 第二季也有很多的主力产品 大家已经预测到了 那你说结构问题说 哪几个产品哪几个产内没有跟得很好啊 没办法 这个叫做产品的景气循环季节循环 你总不能说在第二季就出口圣诞节的用品嘛 那这个有点夸张嘛 那你说到第四季怎么 奇怪怎么电动车卖不好啦 因为怎么反正圣诞节的东西卖得多啊 圣诞节的灯泡啊 怎么一大堆的怎么卖得多 或者冬天的毛毯卖得多 你问我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 有些结构性问题 有些结构性问题是景气循环的结构 那有的是季节循环的结构 那有的是特殊问题的结构 不出订单啊 那这个叫做特殊偶发性 那种非循环性的因素 所以结构问题是很复杂的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结构问题 那也不能把所有的这个结构问题 都忽视 要随时去做诊断 比如说中国大陆将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1979年到1980年代 如果你要问他结构性问题 我老天爷这个经济体不可能成长 他这个骨头太硬啊 肌肉太软啊 那个心脏有问题啊 肺脏有问题 全部都有问题 可是人家是怎么还成长上来啊 所以结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 他没有能力诊断的时候 就随便推给他 或者说崩溃论讲久了嘛 不得不找一点结构问题来搪塞 那我只能说这些人实在是太不用功了 所以刚刚已经报了第一季的名牌 所以过去了这个新能源嘛 电动车啊 这个太阳能板啊 那第二季你刚刚说已经看到预期了 那这个明灯 有我们开那种收费课程来说 明灯 就报名牌了 明灯 要不给点明灯啊 第二季的对于中国大陆出口来讲 看得到比较厉害的 说不定会出现20%的成长 20% 20%的成长 因为第二季是相当的暢望 相当的暢望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只知道有很多的行业 他的订单已经蛮窄 但是我们现在 统计数字会有个落差 就是他拿到订单 你知道几个个案 可是你累不及 累积不止一个总的数字 比如说哎呀 朱凯翔说哎呀我的订单 啊这个收到哦 已经找不到员工来上班了 怎么办 因为前段时间很多员工回家去 过年就不再回来 同样的公司 他想要找更好的薪水 那可是有些人讲说哎呀这些员工找不到工作啊 那有人讲 所以会很复杂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资料同整了一用 然后 这个 这个补这个 那个补添这个 那最后才 满散出一个结果出来 本来我们就很奇怪 怎么 怎么电动车可能在 在这个第一季卖那么好 我没想过怎么大家会 国外的人会在电动车 第一季里面买那么多 比亚迪的电动车 也不止比亚迪啊 我没有在比亚迪这一家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很多不同的 电动车都卖得很好 那以前哦 大家印象中 卖到欧洲去是小电动车 这小型的哦 就是价钱比较低的 大概就在 1万美金上下左右的 第一季里面出现很多2万美金的 那种报价的电动车 我心里想说 那已经电动车的这个结构 已经逐渐的 往那个比较高端 高价位的卖了 那这个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想那么细 因为他接到订单的人 看到数字之后才知道 发生了变化 对对 因为他他接到订单的人 他这个时候 他们 他们这个政府的统计机构 还没有办法 Rail Time 就及时把这个资料给汇成 所以有个时间的落差 那这种 这种问题是对经济学校也没有办法 因为 因为是不是等到哪一天哦 这个什么欠的GPT 哈哈哈 能够深入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 再说啊 这个你一下订单的时候 买了一部 电动车 就马上那总体数据就显示出来了 嗯 这个还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我们的蔡博士真的是非常的谨慎 在没有明确数据之前 不是随便报名牌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不过我们看到 除了这一个 这个生产制造的贸易的成长之外 德国决定要在 中国大陆投资 10亿欧元算一个很大的投资 筹设中国电动汽车研发中心 所以他也是看了第一季的数据之后 决定要投10亿吗 应该筹划更久了 某某平常心讲这家公司 如果没有中国早就挂了 他几乎是最早进入中国汽车市场 刚开始在进入的时候 大家想说 哎呀那时候中国又老又穷 干部很老 百姓很穷 怎么可能买进口车呢 后来好像跟上海汽车去合作 哪个汽车公司合作嘛 然后就开始再推了 第一次让他吓坏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买的 为了撑他的市场 买的是谁呢 都政府机关来碰厂 然后政府机关买第一手的 第二手就卖到民间去 因为这种汽车市场的 二手市场是比一手市场有时候规模还大 像在这个疫情期间的话 在美国的二手车市场卖的比 一手车市场还好啊 因为他便宜嘛 然后没有其他里里口口的高税金嘛 所以二手车市场在美国的税金是比较便宜嘛 所以这个对大众汽车来讲 他在一手市场二手市场 几乎独领进口车市场 独领风烧很长一段时间 他当然他会讲说我是在大陆上生产的 因为他是跟零组建进口到大陆去组装的嘛 中国制造 这也算中国制造 中国组装啦 这样讲 那他现在为了要提升他的这个品质 他一定要在大陆上设电动汽车研发中心 理由很简单 他在德国没有电池的厂 没有这些 而且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电动汽车不过买一个电池 把他像手机一样把它撞到里面 一开机就可以动了 不是吗 其实错的 我跟大家解释 电动车的我想基本原理 可能后来有些很不同变化 电动车的电池 是有点像传统电池是圆的 由一组 电池把它组成一个电池包 我们叫PEG 叫PEG 然后这个PEG里面是少说有几百颗电池 然后这个几百颗电池会有个问题 就是他在供电的时候 就有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一样 现在是这一排供电再来这一排供电 而他应该是串联的嘛 所以中间要有一个电池皮蛋的话 那就供电量就出问题 就是我刚好要加速的时候你就没电 或者是我要减速的时候你电供应太多 这个就是有个很很重的技术叫做电池管理系统 这电池管理系统中国大学很强 为什么 它是摸索出来的 这个是要靠经验 就像有个老师教一群毛孩子 毛头小孩子 这个不乖 那个调皮 这个会泼水 然后什么 反正电池品质 你说即使是宁德时代做的 也没有办法保证所有的子单位的电池 都能够很稳定的听话 要你增加充电你就增加充电 要你降低充电 因为我们汽车有时候要加速要减速 那这个动能的管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那有来后来比如比亚迪又发展什么 刀片电池 这不是圆柱型的是刀片型的等等 反正开发不懂形化 但是那个电池管理系统是一个很大的罩门 那请问你大宗汽车在德国有这个技术吗 没有 这个技术现在中国是最先进的 那还有当然美国有一个特斯拉的研发中心 也蛮先进的 那你这个电池管理系统之外呢 你输电出去了 要输到哪里 要输到电机系统 电机系统就是马达 那个马达 以前是用引擎 现在改用马达 因为引擎就要加油 然后有活塞运动之类的 那现在就是有引擎 那那个引擎 不是我们家里抽水马达 一样的原理 但是汽车上的电动汽车 一样的这个马达 有个很很重要就是 因为你是在不断的颠颇状况 不断的加速减速 走转右转 要扭率大或者拉力大 这个时候的马达的那种 突然间加速突然减速 那个状况的磨损率 还有输出的功率就很重要 因为马达就带动什么 带动了这个整个这个汽车机 机械部件的运转 那所以这是一套 第二套系统就很重要 马达的系统就很重要 那第三套系统是什么 变控系统 你要控制整个整部车子 整部车子 这个零部件那么多 能够当协调运作 说左转就左转 说右转就右转 那还要能够警告你 右边你来车 还要警告你太靠近的会嗶嗶响 或者有那个超市都会响 这是简单的控制 还有里面还有很多的 複雜的基建的控制 所以整体是有电控系统 那个马达系统 还有电子控制系统所组成的 那你研发中心就是搞这个的 那你不在中国 你到哪里弄 现在这个部分的技术 就是中国是领先 可以找到最多的工程师 那个工程师不是一两个就做得出来的 他要一大堆工程师 每天去应付不同的一种研发的改变 那这个 所以投资10亿欧元 应该是第一笔钱而已 要做研发中10亿欧元不够 所以还会再有更多的投资 所以除了这个欧洲回到中国来 做大规模的投资之外 现在美国因为被这个美中的贸易 战之后的科技战 各式各样的这个对抗 企业有很多的限制 不能到中国去投资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想办法 透过各种管道进中国投资 这代表就是说 美国想要抗中反中的这一个墙 已经快围不住美国企业了 两股力量 一个是市场的力量 一个是政府的力量 那政府会有一些非经济的思考 比如说因为地缘政治 要打压中国崛起 那比如说这个 他由于国防的要求 也不让大陆的武器 有太先进的一个进展 所以美国政府就会采取很多的项目 这个项目不可以卖到中国去 这个技术不可以跟中国合作 这个行业不可以到中国大陆投资 他会有这种 基本的想法 可是问题企业就市场来讲 他有另外一个逻辑 哪里有订单 哪里订单是利润最高的 哪一个利润最高是收得到钱的 你不能说有订单有利润 到时候收不到钱 那就是拉丁美洲 我没有在讲别的哪一个国家 就这种情形嘛 收不到钱就不是好生意嘛 非洲会不会这样 这个既有邦的这个关系不能够随便 那所以对于这个美国企业来讲 他收到中国大陆银行开了信用状 他不担心啊 中国大陆没有default的一个记录啊 你说工商银行混那么久了 没有听说过哪个信用状 哪个信用状开了那LC 他不支付的 因为买卖一定要先开LC 我跟他解释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秀琳 他是中国大陆的厂商 那中国大陆厂商啊 他要给我买这个一万个杯子 我要把这一万个杯子送到中国大陆去 可是第一个他发了个电报订单 我怎么确定我能收到钱 所以这个平秀琳一定要到他中国大陆 中国工商银行 然后其他大银行 至少要我听过的嘛 你不能找个什么河南村镇银行 大银行 然后他在大银行里面 因为他在那边往来有信用 所以他有个贷款额度 或者我们在术语上叫信用额度 就请他的银行开一张信用状 或者有人叫 我不晓得 至少我习惯上叫Lateral Credit 我们习惯上叫信用状 有人叫信用证 我不晓什么翻译啦 然后这个信用状 上面就会写说 秀琳要买一万个杯子 然后我是跟蔡正元买大 然后这个蔡正元必须要根据什么品质 把这个付了这个订单的文件 在什么时间装船 把它运到这个中国大陆 然后你这个信用状就开给我 我就拿了这个信用状 我就开始生产 因为我还没拿到你钱嘛 我就拿了凭这个信用状 我就可以生产 等到了我这个一万个杯子 装船 船公司会有一个运单 就是我们叫做 舱单 各国翻译不太一样 我现在我不晓得大陆怎么翻译 就是我把这个单交到船上的仓库里面 居然就有个仓单 所以我今天收到了一万个杯子 这个杯子是长的什么样子的 什么尺寸的 那我拿这个仓单 附在我的信用状的背后 我就会把我的信用状 拿去我这个台湾的某一家银行 我在银行里面 我就交给他说 我凭了这个信用状 跟我已经交货的清单 请你把钱给我 去兑现 我们叫押汇 押汇 就是我把这个权力押在你银行 你银行先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一万个杯子 假如说是5万块人民币 然后他就会先把5万块人民币的 九成先给我 九成先给我 然后这个 等到了这个杯子 飘洋过海 到了你那边了 好了 你会领到了这个杯子 你凭什么领到这个杯子呢 就凭着我这个银行 会发仓单的副本给你 你去凭这个仓单去领货 好 然后领到了这个杯子 只要仓单领货 我的银行 就会跟你的银行怎么样 结算 就结算 就说你那边那一张 那张仓单那张信用状 我已经付了九成出去了 五万块人民币 我已经付了 四万五千块去了 请你把这个五万块打 这个人民币打回来给我 那你的银行就会把五万块打给你 那这个时候你就欠了你的银行 五万块的人民币 那至于你什么时候还给你银行 是你们之间的交易协定 那就不关我的事 那这样的交易是确保我们国际贸易的稳定 所以我跟他解释信用状是这样运作的 那些美国企业他当然想说 我要收信用状 我到底要收这个洪都拉斯的信用状 还是说中国大陆银行的信用状 哎 那心里有一本账嘛 对不对 有很多人收到信用状 你不要很开心 哦 我一千万个杯子我马上要出货 你不一定收得到钱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会特别强调 要有订单 光有订单只是你告诉我生产 可是我要拿到你的 我订单可以 我有产能帮你生产 那我的信用状呢 所以你要给你银行申请信用状给我 那我才开始生产 那生产拿到仓单了以后 我就跟我银行压惠 这个程序大家懂了 有这个是国贸实务训练班 对啊 由博士 蔡博士来开的 对对对 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话 刚才那一段要很仔细的听 对对 当然会有很多延伸型的东西 对于美国企业来讲 只有中国大陆信用状 不只是看到订单 看到信用状 那至少中国大陆 他有三兆两千亿的外汇存抵在那边 总不会倒吧 所以你一直强调就是信用之重要性 当然是重要性啊 国际贸易 不要讲国际贸易啊 你到隔壁7-11去 跟信用有关系 你说怎么会呢 诶 请问你 你怎么知道你刷那张悠悠卡不是假的 就是 就是整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制是在一个 非常规范化的一个信用体制在运行 他不是口头上的抽象的信用 他会落实在很多很多的这个机制上面 那比如说好我拿这个悠悠卡 在那边逼一生 我怎么知道你那是真的 对不对 一逼一逼超过很多的数字 对不对 那你会相信7-11嘛 所以这个美国企业为什么巴着中国大陆市场 在现代的国际贸易上面 能够有订单 又有外汇 又开得出信用状 信用状又能够兑现 很多拿到信用状被骗了 为什么 因为你拿到信用状以后 或者你跟那个行员串通 里面加了乱七八糟的条件 结果等到我这边银行 就跟你要5万块人民币的时候 你的银行不付 你说哎呀你有什么缺点 所以我不付 我管你什么缺点 我银行是见状付钱 见状收钱 那如果这个机制建立不起来 还要为这个打官司的时候 那我的生意宁可不做 那美气为什么巴着大陆市场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中国市场现在的信用的程度 是资优胜 超级资优胜 比美国还好 比美国还好 就诈骗行为比美国还少 我们来看另外之前我们分析过 就是阿里巴巴在分拆之后 这个蔡博士当时也蛮看好 他分拆的这个决策的 所以马云回来了 等于是阿里巴巴又活了是不是 现在连股价都被这个 美国的这一个分析师认为说低估了50% 就是说他要翻倍再涨的意思吗 应该是这样讲 比如说波音 我们讲波音公司 他有做军火的 有做银行机的 然后他前段时间股价很差 就是因为银行机没有人卖 然后他虽然军火卖的很好 比如说以茶飞弹 你看卖的吓吓叫 对不对 以茶飞弹是他的 那卖以茶飞弹的利润就被 飞机卖不掉的损失怎么样 一家屏 那一家屏 人家投资者一看 怎么最后数字是赔钱呢 那股价就噼里啪里掉下来了 大家不但不买他的股票 还把它卖出 股票再跌下来 就也看到那个什么 雷神公司猛涨啊 然后那个什么 其他的军火商都猛 股票猛涨 只有波音公司股价 私人独憔悴 那你再假设说 我如果把波音公司的 这个民航机部门独立出去 然后把这个 这个什么 这分开上市 不再一直在股票名下上市 那你就会想说 我这个飞机公司赔的 不会影响到 我这个军火商赚的 那搞不好我这个军火商部 军火部门的股票涨的幅度呢 可以cover住 我民航机股票跌了 也就是两个的 两家分开两家公司的市值 加起来会大于合在一起的市值 有没有可能 这可能性存在的 阿里巴巴一样啊 就分开了之后好处就出现了 对对对 他有这么多不同的部门 有的赚钱有的赔钱 对啊对 那有时候 我跟股价的反应很有趣 赔钱的东西啊 他不一定会等比例下跌 赚钱的股票 也不一定会等比例上涨 所以有时候你并在一起的时候 就外面的投资者来讲 有人看到你赔钱了 有人看到你赚钱了 所以那种投资的决策 就会变成什么 不清楚 不清楚 但如果你把它拆开的时候 嗯 做杯子的应该多少钱 做这个股价多少 就很清晰可以评估 当然合理价钱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营收成长力 你通通把它混在一起 那营收成长力 就像我那结构性调整 我现在搞不清楚说到底是 哪个产品出口量是占对优势 就会讯息会乱掉了 我投资 股票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就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给你合理的评价 你把它拆开了以后 哎我就可以算啊 云计算 我就不用去管电商 然后我电商的股票 就不用去管物流啊 那全部都拆开来了 应该他应该不只拆 拆四个部分 拆六个部分 对我记得他是拆六个部分 拆六个部分嘛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如果我算说 分开了以后 整个市值啊 市场价值加起来 市场价值就是 股票价格乘以股票总数 那个叫市场价值 然后加起来以后 比原来没有拆开钱 哎一算还大很多 那我为什么不拆开呢 所以被低估50%讲说 哎你拆开了以后 市值至少涨50%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好的可能会就是 超过50% 那差的可能会再少一点点 对对 好另外看特斯拉 特斯拉最近其实在中国的 这个地位市场啊 就是受到各式各样的 这个内外夹攻 他连这个中国大陆最大的 这个新车的这个发表会 都没去参加了 那是不是在美中关系里头呢 受害最惨的就是特斯拉 大家看起来中国汽车市场 这蓬勃发展 特斯拉跟不上 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啦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他的这个CP值 被认为超高 消费者很现实 就是他产品问题 不是 他卖的很贵 被认为是最高的时尚品牌 然后消费者发现特斯拉以外的产品 比如说大陆好几家很有名的那个 那个汽车公司 我们喜欢讲比亚迪 不只是比亚迪 还有什么来什么东西 未来 未来等等 他们现在出来的中高级的车子 看也不差啊 然后这中高级的车子 发现说还是比特斯拉便宜 如果有没有这个价值 是Question Mark 我就不换 这种所谓的比价原理 在消费者里面是所有的关系的最重要的 那如果以前我买不到 大陆上买不到中高价 中高品质的这种车子 对不对 那我就 比亚迪坦白讲 刚开出来都比较阳春 那个各种设计也好 设施也好 功能也好 没有特斯拉那么好 那所以你会觉得 哇买特斯拉可以 跟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炫耀 他有一种炫耀价值 就发现了 未来也不错啊 比亚迪新出来的高档车也不差 那我为什么要多花了一万块人民币 去买你这个特斯拉呢 这种叫做价值比较的消费行为 特斯拉开始被追上来了 他只要一直降价啊 不是吧 我没有在品质上面跟你拉开距离 我至少价格跟你接近啊 这是他的选择 我没有办法给他评论 这个对还不对 那你一杀价的时候 你还是没有比他便宜啊 你还是比他贵一点 比较贵一点 那可是你要讲说 那贵这么一点点 就开始有第二个因素就来了 我要不要爱国一点 爱国又来 所以这个美中关系就被破坏了 爱国心绝对是消费者行为很重要一部分 但是从来不会最大一部分 我愿意花我的钱 稍微爱国一下 可是我不愿意花我太多钱去爱国 这个全世界心里没有力 爱国心有节制的 都有它的上限 而且不是每一个都会这么算计的 经济考虑还是主要的动能 我刚才解释 经济学上因为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 到底是政府考量多还是市场考量多 消费者心里会有这种现象 那除非是很极端 所以有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不太好 然后你如果买日本车子在路上会被砸 那个有危险 人身安全 那日本的那个消费店会有危险 可是现在又没有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UNIQ是吧 UNIQ是UNIQ 在中国大陆开的店的数目比在日本还多 最近上个月的数字 在中国大陆总营业比日本还多 所以你是中国公司在日本公司 我就开始懵了 那中国大陆有没有人说 我走到UNIQ买衣服就是不爱国 没有嘛 所以中日关系现在没有这么紧张了 不是没有 就优衣库来讲 大家没有那么紧张 结果这问题就出现了 那UNIQ它有个问题就是说 哎 中国很多投资机构会上的股东 所以到搞到最后说 它是中日混血 所以就有点 消费者就会 这种你要把爱国心加进去 就是会有点加不太上去 这种问题在这里面 比如说好了 你说中美关系很糟 大陆买iPhone买啊 为什么 他就给你一个理由啊 iPhone都在中国做 为什么不买 中国制造 他算是美国品牌 中国制造 虽然有美国协同 但他在中国生的 混血而总爱自己的 所以这种消费者的爱国行为 没有那么样的坚持 懂不懂 像有些人说不喜欢韩国 我绝不买三星的手机 如果你告诉他说 三星手机在中国当中生产 真的吗 好吧 找到一个理由说服自己就好了 对 大概就是属于这种心态 所以我不认为美中关系会波及到他 不是他的美国协同的问题 他本身的产品的定位价位 还有他的这个消费行为 我觉得他一直强调他的科技感可能有 有点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 韦来汽车跟其他大陆上的很多的汽车 他打的是一种很传统的汽车的这种形象 就是漂亮的美女啊 在这种漂亮的场景做广告啊 商车美人 对 基本上还是有效的 人性嘛 他讲的是科技 哎呀 请问你 很多很多人的买车子 未必考虑科技啊 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 有人科技控 但是不是每个都科技控啊 宅男的族群没有那么大 有可能 有可能 好 不过来看另外一个就是 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 现在的反击手法被称为 外科手术式的报复 就是说我跟你美国不一样 我美国是全面把这个什么壁垒建起来啊 把这个限制那个限制就是通杀 我是精准打击 我先这个雷神嘛 然后这落马嘛 然后呢现在告诉你美光嘛 我就登登登登 点穴式的报复 这个会比较痛吗 不会 不会痛 这个是好听的说法 好听的说法 因为你要知道 中美两国的一个整个国家 经营策略不一样 美国这是个目标 我打压中国崛起 所以只要有什么地方可以 破脏水整筒下去 不管破对破不对 整筒下去 破了再说 破了再说 这是美国的想法 因为我只要打压你中国崛起 我管你去什么 自损多少 大家不会管这个事情 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要在 美国打压中国崛起的策略底下 减少损失 所以他打了个全球主义 全球主义你不能把美国厂商排除在外 对不对 所以你中全球主义 来则是客 对不对 朋友来了有好酒 才狼来了有泪香 那你要分清楚谁是朋友 谁是才狼 所以才适合懂 先做分类 他就分得很细 不像那个 美国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大炮拿乱轰 这是两个整体的策略不一样 所以中国就是要看 这家厂商没有像雷神那么糟糕 闭自演 正义自演 欢迎欢迎 欢迎你在中国大陆投资 这个叫什么 拔装策略 他希望在 那拔装策略就不能够怎么样 这种 这种饱和式攻击啊 这种整片区域的轰炸 对不对 所以被形容成外科手术式的 这个稍微比较浪漫的形容词 你喜欢用医学看这个经济刚刚好啊 刚刚好 他也是用外科手术来说这件事 我不论是因为四个原因啊 也不是说比较精准 而是他的策略里面 必须分朋友跟才狼 然后他也不能 不能杀医敬拜 对不对 他也不能说 宁可死一千人 对不对 对不对 也不放过一个人 他策略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样就很麻烦了 我怎么知道意大利的厂商里面 也没有是跟雷神公司来往的 像美国也没有 你跟伊朗来往 我都追到这个孟晚舟手上去 那个太夸张了 因为国际的贸易就是本身 就是一环卡一环 很复杂的 比如说 好吧 你刚才跟我买了 这个一万个杯子 请问你都是你自己卖吗 那可不一定啊 对不对 你可能 其中 这个一万个杯子里面 有八千个的卖给朱凯翔 那朱凯翔都卖给雷神公司 那我要处罚你啊 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嘛 那美国也不管了 你有卖给 卖一个都不行 都不行 就开始对你泼脏水 开始修理你 他目的就是说 只要找到理由 我就把你中国企业给剿媚 像那个 中国大陆在美国设的孔子学院 是这样子 跟孔老胡子什么关系 就有点胡搞瞎搞 就举个例子 俄乌战争的以后 美国就禁止所有的音乐演奏 不可以有柴可夫斯基 请问柴可夫斯基 跟普丁有什么关系 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头臭其罪 那是人类的文明瑰宝 你美国占墙壁气 你美国有什么文明瑰宝 美国也没有啊 美国的音乐什么 countryside 乡村音乐是不是 好像有爵士乐好不好 那哪能上大雅之堂 那个水平跟柴可夫斯基 差多远啊 还有 你美国有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 你也没有啊 有啦有啦不知道啦 可是问题是 水平 赛珍珠写的文学作品 能够跟托尔斯泰比吗 对 俄罗斯到现在的 所谓文学创作的水平 还是远远高于美国 这200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 更不用讲中国的金品媒 你为什么特别讲金品媒 那是文学作品你不可否认 对 所以 这个 这个所谓的报复是会啦 但是他中国是必须要挑 很仔细挑 不可以打错人 那会有成效吗 会有效果吗 效果不张 效果不张 就是表示说我有反击 这样子而已 不过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战场 是美元这个战场 这个鲁拉 到中国大会去访问之后 就高喊说要终结美元主导的地位 那当然是喊得蛮大声的 但是其实 时间可能没有这么快 效果不张 对 也是效果不张 怎么是要效果 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 的确发生一些变化 因为你看当叶伦都坦诚说 我们这个经济制裁 对俄罗斯 对中国 把我们自己也受伤了 而且他还讲到说 搞不好要危及美国主导的地位 这个讲的是蛮蛮吓人 因为每个美国政府官员 你看得到叶伦是 所有的拜登政府里面 有吃诚实豆沙包 比较老实一点 会讲老实话 不会讲谎话 不像布林肯满嘴谎言 不像那个 那个什么 苏利文 更是说谎都不打草稿的人 叶伦 为什么 因为他 简单讲他又不靠拜登政府吃饭 不像那个苏利文跟布林肯 没有拜登的话 他们两个就没头颅了 不一样 他的老公是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他自己是经济学 本来就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的教授 然后他先当了联准会主席 然后现在又当了财政部长 在美国历史上能够同时 当过这两个职位真的不多 那他的学术跟政策 平安心讲我给他很高的评价 只是他不幸的巧妇难为无名之吹 跑到个拜登的厨房里面一看 诶 怎么味精也没有啊 酱油也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啊 他还跑到隔壁去借 诶 中国大陆你在那边 给我一点公债好不好 好可怜那个人 所以 他就是那种巧 五米吹的巧妇 那他就是要讲实话 说现在 这个中国大陆 跟日本都蒙在卖美国政府公债 我要插个话 3月份的话 这个中国大陆又卖掉100多亿美元的 继续卖 美国政府公债 但是 太少了 不是 日本央行卖了200多亿 所以中国的 人民银行比日本的央行还亲美 哇塞 你给他戴帽子 贴这个标签 说不定他觉得亲美 是觉得很得意洋洋 你在跟义刚喊话 我没有对他喊话 我对他生有意见 那再来就是说 这是一个 美国政府债券 它是什么 它是发行当内 发行当内不是联邦准备业 就是它 就是财政部 他当然很着急 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以前美元政府公债 大家抢着药 只要你发行的 世界各国央行 都不用拜托 都抢着药 俄乌战争 你用美元当武器 当时拜登如果不用美元当武器 现在当然是事后之言 不用美元当武器 在战争中接受考验的货币 美元地位会更高 他需要去招揽生意吗 他不要坐在那边 我明天要开始公开招标 美国政府公债 我看中国人民银行 沙烏地阿拉伯王室 还有那个什么 新加坡货币当局 日本央行 欧洲央行 都排队来抢 我以前在华尔街服务的时候 我就是在Solomon兄弟公司 我们就是美国政府公债的 主要的经销商 那大概有25家 那我们在定期的每一个礼拜 去标一次 我们在投标的时候 我们手上满手订单 就是台湾中央银行 要求要买多少 这个中国人民银行 要买多少 他不是他直接去标 是透过我们去标的 我们去标的时候 手上都是整个订单 超过我们能够标得到的金额 现在刚好颠倒 到处拉磕 没有人要来下单 没有人下单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标100亿美元 下单的总金额加起来 搞不好多少 才60亿 那现在40亿怎么办 拜托 拜托 拜托别人买 不咋 我受不动 那你 所以 这个前期是谁 危急美元主导地位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前面来张 前面回答前面来张 所以卢拉才说终结他吧 不是 就是开发中国家的痛 我们大陆的朋友 这个美元眼睛都发亮的 为什么 我们都缺美元 没有美元 你工厂买不到原料 没有美元 你进口不了医疗用品 因为不只是跟美国买 跟世界各国买 因为人家不接受你人民币 也不接受你新台币 那怎么办 就要用更多的东西去换一张美元 那这个叫什么 这叫价格剪刀 我并不是真的要去跟美国买东西 我只是要换到美元 拿到美元再去买东西 所以我拿到美元去买东西 本身就有个差价了 然后我用我东西去换成我的货币 再去买美元又有个差价 那这个两个差价在经济学上 数以就是价格剪刀 就说我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用我的货币 去买你 付给你跟你买你手上的货物 为什么 因为人家不信任你的货币 就说我缺少一个 那到过来我可能被欺负久了 我觉得 每次拿美元都很痛苦 我举个例子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我在某大外商银行的外汇总管 那时候满手美元 走路有风 什么有风 早上一大早有人拜托你去一起打高尔夫球 晚上 再晚都有人拜托你去他的club 日子过得多威风 不像现在的银行那么难混 美元到处都有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因为美元会涉及到什么 开美元信用状 美元贷款 美元押汇 美元结汇 这一连串的生意 我刚才讲国际贸易在里面运作了 那现在 搞不好台湾银行的美元 还没有鸿海库房里面美元多 还没有台塑库房里面美元多 大家手上一堆美元 大陆也是一样啊 你以为大陆银行美元多吗 不一定啊 搞不好阿里巴巴手上更多 对不对 所以美元就不再是稀奇的货品 所以我们现在不觉得美元稀奇 但不要忘记巴西 他们要老百姓辛苦一整年 种了一大堆农作物 生产一大堆那些不重要的工业品 香蕉 相对啊 生产一整天的香蕉换了两张美元 那才能够用这美元 去跟沙奴地阿拉伯买石油 还不是跟美国买东西呢 他作为一个左派出身 看到老百姓这么辛苦 当然他有点了 有点政治化啦 就故意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美元多上去 所以美元要终结美元的主导地位 他为什么会这么大声 因为他发现我可以拿到人民币啊 对 你巴西的货币 要跟哪个国家买石油 跟哪个国家买汽车 人家不卖你 你那会收你巴西货币吗 你这猛印钞票就买得到啊 哪有那么行情对不对 所以就有问题嘛 那可是他现在也可以拿到人民币啦 因为这等于是中国大陆给他很大的提拔 给他很大的提拔 啊没关系 你巴西货币来 我就换人民币给你 一定的额度给多少 他拿到人民币 现在很多人要人民币啊 30年前谁要人民币啊 这一样的情形 人民币现在信用起来了 地位起来了 就从上一次喔 我一直在骂清华紫光集团 不可以赖帐 有没有 他现在终于不赖帐了 信用很重要 信用都起来了 所以人民币啊 怎么样 买有人民币的债券 你不用担心 不会像那个瑞士信贷的AT1债券 把你挂销 国际上大家眼睛瞪了很啊 中国政府说话算话 中国法院说话算话 中国的央企说话算话 只是民间企业说话不算话 那就可以接受 所以巴西总统当然希望 不过还有 常路漫漫 漫漫长路 拉加德也说 美中对抗造成通膨可能要退高5% 而且会危及欧元跟美元 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地位 欧洲也觉得有危机了 他现在才发现了 哈哈 终于愿意讲出来了 搞不好很久 放在心里很久 现在终于把它讲出来了 拉加德也是很专业的经济学家 不过是要给欧美国家一个赞美 就说 有一些机构 你不能够用政治任命 一定要找专业经济学者 不管好坏 他总是训练过的临床医生 不是说路边随便拉一个进来开刀 开什么玩笑 所以他们这个方面很坚持 中共当中现在上轨道了 现在即使易刚我经常说东 他这个说那个 他毕竟是专业的经济学家 这种行业 你不要求他大工 你要求他不出错 可是问题不出错很难 所以你找一个专业经济学者 是比较安稳一点 比如开刀不一定可以帮你治好 但至少专业的医生 开刀失误率比较低 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可是一般训练不够的 开刀失误率都很高 开刀开完就死了 什么长年节 什么问题大堆出来了 美中对抗 为什么加速通膨 就是因为 Decoupling 断链 很多东西卖不掉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我今天灰达了晶片 我25%的产能 本来是要给中国 卖到中国了 我现在不能卖了 请问你 我这个商品价格 第一个阶段 商品价格要下跌 我的营收减少 第二阶段我就不投资产能 我产能缩小了 那我产能缩小的时候 只会收这个商品吗 当然不会嘛 所以一来的话 我这个卖其他的产品 因为规模缩小了 我们知道工厂有个特性 规模缩小 成本会上升 那成本上升就是什么 推高5% 它推高5%是一个客观的数字 还是一个客气的数字 客气的数字 真的客气的数字 通常工厂这种变动的时候 它报价的变动非常的激烈 各个行业不同 各个公司情况不同 因为财务比较好的 他可能会比较撑得住 就可能退不高 财务比较差的 他没有弥补不行 比如说小吃店 现在蛋涨价了 他就告诉你 我额阿千没有蛋 要蛋的话 对不起加50块 那涨幅就多了嘛 我给你解释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经济学课 好像越上越楼 已经到了小吃摊去了 这个拉加德的美中对抗 我们根本数不清楚 有多少行业要脱钩断链 多少行业营业要缩小 然后就中国大陆来讲 他就要去抢货 抢货的话 他初级市场就是 没有办法跟黑达订货 他可以跑去跟北的厂商 二级市场去抢货 就像你现在禁止俄罗斯很多东西 俄罗斯还是买得到 为什么 他到次级市场去买 那次级市场有多大 没有统计俄罗斯 你永远不知道 有人叫黑市 其实不是黑市 是二级市场 那对于这个美中对抗 被形成一方面抢货 一方面缺货 一方面缩小生产 那请问你 这不是把通膨往上推高吗 这是个最简单的原因 那中国大陆有时候 会过度overreaction 每个国家都overreaction 不止中国大陆 他想说 我今天你禁止这个 那我要想想看 下一次你可能禁止我什么 我就先准备 先到市场去抢货 超前部署 对啊 反正我中国大陆有的是什么 钞票啊 推高了 哪会5%啊 所以 这个采购大军 中国大陆采购大军到哪里 寸草不生 寸草不生 对啊 现在原物料 中国大陆抢得很凶忙 我这样开玩笑 全世界猪肉最多 现在中国大陆 因为我们习主席有两把刷子 要把饭端稳 中国人要把自己的饭端稳 稻米自己生产 不够玉米买的 黄豆买的 赶快大量囤 好 人囤太多了 吃不完 给猪吃 对啊 然后你以为只囤粮食吗 石油囤不囤 囤啊 俄罗斯 货来 对不对 天然气囤不囤 满坑满宅 武器呢 囤 对不对 武器要用的时候的零部件 全部囤 你以为无人机它只占8成 搞不好它囤的 货的原物料也不止8成 所以这个就会推高通膨 那你一些手上没有外汇的 没有那么实力去囤货的 那请问你 你怎么办 生产者物价指数就会推高 但是推高到一定程度里面 它就会投机 诶 价钱比我囤的高很多 还到货 中国大陆在玩这个游戏 为什么不玩呢 我就到货 到货 所以你看到PPI 就下来了 隔一段时间又上去了 就是这个原理 波动会很大 消费者物价指数一般比较稳 生产的物价指数会这样波动 就是有很多存货会倒出来 很少人消费者家里会囤很多 囤货也不会拿出来卖 对不对 另外讲到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第一次对于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对台湾贸易壁垒的调查 现在透过WTO的国际化来通知台湾 WTO的规则 那两岸经贸脱钩 对台湾这个影响会有多大 我只能弹一口气 制作孽不可活 因为 他说两方都要受损了 如果下一波是ECFA的话 我看不出来大陆会受什么损 我看不出来 因为ECFA的项目 这只有早收清单 这早收清单 大概占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货品 大概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这些货币 也要比照其他国家客税的话 韩国物品 日本物品 东南物品就有竞争力 一竞争的话 我们在ECFA的 这原来出口 对中国大概25%就会萎缩 就萎缩 那中国大陆早知道替代品 ECFA早收清单 但中国到每一样都有 可以在其他国家取得 或者自己生产 那不需要 那 谁受损 会有双方吗 单方受损 哪单方 台湾跟民进党 民进党他不会 他不觉得他受损 台湾的厂商会受损 所以就开始有危机感 那他们就可能会把产能移到越南 或者移到中国大陆去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台湾的投资金就会下降 然后台湾的就业机会就缩小 就是萎缩是一连串 连手效益 就是出口会减少 投资也会减少 然后就业 工厂外移 因为 我这个利 光这样子的关税 都要多缴个8-15% 哪有那个公司的利润 会有到达8-15% 是营业额的8-15% 不是利润 我的利润搞不好3%2 你8-15% 我都赔钱 我还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自然的 这个就是利润所在 那除非你说我的利润多少 是三成的 那当然少赚一点钱 只有台积电能火了 我不晓得谁 这很难 这很难讲 离台积电三成 守不住不可能吧 现在到美国去 他很多投资损失会压回来 这很难讲 台积电另外我们再专题讨论好了 所以邱泰山会不会改成邱泰一之后 一方面会受损 不是三方面是一方面 是一方面会受损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这个就是要开始公事公办了 开始公事公办 至少未来会对台湾的经济 发生什么影响 可能要看民党政府要如何应对 如何协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蔡博士的分析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设定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